区块链 区块链是眼下当红热门的讨论话题 大家都在宣称 它将会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 近期内各大领域都在高度关注区块链的应用和未来发展趋势 相关的技术和模式创新不断地涌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区块链技术活跃于数字资产 自从数字资产的需求量在市场上涨势凶猛后 买卖的主要渠道都是通过线上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虽说只要您持有电脑和网络 您便可以随时随地在线上交易平台购买或售卖您新头号的数字资产 但是复杂的流程和缓慢的出经方式都会影响客户体验或者让您只顾不前 除此之外 由于交易平台对不同国家的监管程度 很多的线上交易平台仅仅只接受BB交易 这导致各别国家的用户无法参与数字资产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财富 随着科技发展的脚步 从业者也开始研究将网上交易拓展成网下交易 因此加密数字资产收藏者现在不必在网上 也可以更加安全快捷地通过加密数字资产交易机进行交易 根据CoinATM Raider统计 全球比特币ATM机数量已经突破了2500台 美国排名第一拥有了1834台 排名第二的是加拿大496台 声称第一台的比特币ATM就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量下 它的长相和普通ATM非常相似 对于去年2月发布的全球比特币ATM市场报告显示 全球比特币ATM的数量为1009台 仅一年的时间这数字已经暴增了59% 由此证明交易机的需求不断增加 并大力地推动了市场繁荣发展 2017年开始 WCAC世界加密数字资产俱乐部 着手将往下交易数字资产的产业 开始做深度的研究和拓展 为了应付市场对交易机需求 将在市面上推出了新一项的加密数字资产交易机 加密数字资产交易机简称CTM Crypto Trading Machine 它是一种类似银行的提款机 但明确地说它是一台连线的往下交易所 用户可以更方便地通过这台交易机进行买卖数字资产 简单来说 这种机子的用法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提款机 ATM操作十分类似 使得用户可以轻易上手地学习买卖交易 CTM产业将召集联盟三大品牌进行全球业务拓展 CoinKing BSTM 以及CCM CTM将上架最通用的数字资产 如比特币 BTC 以太坊 ETH 和华克金 WCG 这款机子提供双向交易 也就是可以购买数字资产和出售数字资产 用户可以通过CTM存入法币 并认购数字资产 同样的 用户也可以非常快捷 通过CTM销售数字资产 并兑换成法币 简单的流程 短暂的时间 让用户体验快捷和便利 深刻地感受数字资产的交易体验 CTM产业的首期计划 将陆续置放CTM交易机 遍布到在14个国家 其中包括中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越南 柬埔寨 日本 韩国 印尼 文莱 泰国 香港 澳门 菲律宾 CTM产业的潜力极大 在买卖数字资产的范畴上大有可为 它的出现将会为大家带来更高的生活便利 和数字资产的交易享受 让我们拭目以待 它将在区块链时代的推动下 蓬勃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